会用流程控制 里面的话 其实未来里面只要学会这些东西就够了 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第一个可能要注重一下缩排 什么叫缩排 里面可能常用的就是一幅 一幅叙述 就是逻辑判断 我们会先讲这一个 讲完之后再讲FOR跟WHILE 其实就是LOP回圈 那FOR回圈我刚刚讲过 就是重复几次 你有一个次数性 WHILE的话呢 是不断重复 直到条件为FOR才跳离 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if叙述来做应用的 所以有时候字不能拼错 一拼错就麻烦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if叙述 它的结构一定是if 后面加一个逻辑 然后后面呢 就是在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第二个的话 就elf 最后的话就是剩下来的 OK 那我们假设 这看起来比较抽象 其他的话逻辑 大概刚刚有讲过 比如说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我们待会的话呢 可以按右键 你可以新增module 那那个module名称 你可以用中文 我这边用取年龄好了 假设我要判断年龄 那年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我先判断 是不是成年 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请输入年龄 比如说输入15岁 Enter 他要告诉我 未成年 有没有 那再执行的话 如果再输入一次 23岁 Enter 已经成年了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请各位看一下 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重点 第一个 把它放大 Ctrl加号 没记太小 第一个的话呢 请输入年龄 对不对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让人家 请输入年龄的话 请你就是直接 input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input实际上就是将来 我们会用蛮多 直接从这边输入 它会直接在这边输入一个资料给你 然后呢 前面的资料就是它显示出来的 那23它会怎么样给呢 它会直接丢给前面的变数 所以它输入了23 丢给前面H 但是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 刚刚有提过 3.7以后的版本 3.7以后的版本 它input的东西哦 4个文字哦 OK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还蛮重要 因为有些同学没有注意到 假设你丢一个文字 那之后如果 这边H 假如说你这边23 它是文字啊 可是你要比较 文字跟数字 就无从比较 它会出错 所以请记得怎么样 我们应该在什么 在它input的外面 再把它转成数字 所以加一个int 前刮符 后面加一个后刮符 OK 转一下 不然的话 应该等一下 所以如果假设 假设你忘了 加这个东西的话 执行的话 年龄18岁 enter会怎么样 应该是已经大于 不论它会出现错误 有没有 Type L 它跟你讲说 我现在没有support 怎么呢 你这个string给我东西 我没办法帮你 string这两个 没办法无从比较 你这个是 23是文字 你后面是18 是数字 它没办法比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这边加一个int 让它转型一下 转成什么呢 转成一个 23 假设我今天让它输入23 它input是这样子 它就自动把这个拿掉 变23 这样的才没有问题 把它执行一下 OK 23 enter 诶 成年 没有问题 底下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如果if后面 假如说我要打底下的程式的话 if什么 给它一个逻辑 如果这个h 如果怎么样 小于18的话 是一个条件嘛 对 冒号是 等于是这个 这个逻辑判断的结束 刚刚有提过 冒号 这个一定要加 那就帮我print 会成年 那反之的话就else else的话呢 就是成年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两个重点 一个是input 一个是逻辑判断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